公路大摊坊严重影响到花东民众和游客的来往便利性 为了疏解元旦四天连续假期的车潮和人潮 施工单位短暂开放小行车通行 但是呢随着假期结束 从今天中午开始又要再度封闭了 但是交通部也表示 从明天开始呢到整个路段修复之前 苏花公路的施工单位在每天清晨五点到早上九点前 固定时段会开放给小行车通过 兼顾交通和赶工的双重要求 希望可以在农历春节前赶工赶快把路给修好